Hello 大家好 我是Keith 今天想和大家探討一下 傳統琴行正面臨的生存問題 亦都是我這個頻道改革的第一條影片 為了吸引更多阿拉伯人看我的教學 本片將會提供阿拉伯字幕 接下來這個頻道將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音樂或娛樂相關的問題 有興趣看的話 記得訂閱、訂閱、按鈴鐺 想學樂器的話自己WhatsApp我吧 Yam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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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90 後或00 後的你可能未必知道這個廣告是甚麼 這個廣告奧妙之處就是 它表面上是在賣Yamaha的廣告 但實際上它令到大部分香港人都會記得 去通理琴行買Yamaha 究竟移民潮對傳統琴行 我講的不只是大公司 包括你家樓下的琴行 造成了甚麼打擊 首先問你一條思考題 你認為一間琴行主要的收入是來自甚麼? 給你們一些數字參考 以最貴的惡劫為例 一部鋼琴的價格由兩萬多到一百萬都有 而一堂課程就由三百至千二元不等 到底哪一樣東西是賺得更多的呢? 答案就不告訴你了 始終沒有一個公開的報告發表過 但我們都可以從一些蛛絲馬跡上看到的 在2016年 即是八年前 通理琴行只是課程的收入 每年平均進帳是六千至七千萬 先別說哪樣好賺點 只是這個學費收入已經足夠上市了 傳統音樂課程可以說是訂閱制的先驅 喂 你兒子想考級嗎? 這樣就不斷了 考完一級到兩級 小學學到中學 考足八年變百級 隨時你剪掉了Netflix幾次 鋼琴老師都沒轉過 而相對而言賣樂器的成本是相當高的 只是講鋼琴 入課成本高 而且每次都這麼大步 你只是全倉費都夠死了 還沒計算你保養和折舊 以及養保養那班人 總括來說打個比喻 鋼行的運作模式就是 你先來我買電視機 買完之後我再推銷你每月收費台 聽上去鋼行課程好像挺好賺 但根據資料顯示 過去四年香港中小學生的流失人數 是接近九萬人 未計2024年 你猜一間鋼行報課程的人數 有多少人是中小學生呢? 反過來說 有多少個大人會去鋼行學琴呢? 相信用常理想大家都心中有數 可想而知 課程做少了 你家樓下的小琴行就肯定糟糕了 但大琴行還可以靠樂器銷售生存 可能冷醒的你會想到 都少了人學樂器 一定買樂器的人都少了 你以為就是這樣嗎? 其實更糟糕 當移民的時候 你一定會帶他走 因為他就是你的一家人 當你舉家移民的時候 你又會不會帶一部琴走? 還是你會選擇二手買出去 或者扔掉它呢? 二手價連省了運費 隨時可以在外國購買一部新 而且有學過琴或小朋友的你都知道 買回來有幾個真是彈 買回來都是擺的 跟二手樓一樣 多人移民就多人買琴 供應大於需求 那二手價還怎會漂亮? 直到最近陸續出現 零元逆手搬運至你的地步 試問怎會有人買新琴呢? 了解完一般琴行的營運模式後 不如我們從商業角度去分析 琴行這一行 在當下的環境 還有沒有生存呢? 或者應該怎樣生存呢? 我認為香港基本上只有兩間大琴行 一間叫拍師 一間是通理 沒有第三間了 稍後我會再解釋 所以這兩間琴行的業績和發展方向 就像恆生指數一樣 它們好 其他小琴行一定好 它們差 其他小琴行基本上都是糟糕的 當然也有機會有其他跑出 但為數一定是很少 這兩間琴行基本上是各自獨家包含實 所有出名的牌子來做的 所以真的買樂器的話 基本上你一定去那裡買 不會去第三間的 雖然近年開始有些小琴行 想出力去做這個改變 但我相信也很難 以現存的琴行來講 通理的確是最歷史悠久的 它的創辦人本身也有做其他生意 它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已經簽了當時還沒有人認識的Yamaha回來做 在這裡分享一個懶知識給大家聽 早年是被人踢爆過的 原來在2016年之前 通理琴行一直用慈善基金這個名字來避稅 而且是合法地賺了很多錢的 剛才我說他們一年會賺到六七千萬 都是因為這宗新聞才爆出來的 而有一件事你是猜不到的 就是原來通理琴行從來都沒有樂器課程 原來樂器課程是通理音樂基金搞的 這個通理音樂基金是慈善基金來的 那他們是怎樣賺錢的呢 你要教琴 你要租地方的 你要樂器的 那你想想通理音樂基金會找哪一個 租地方和樂器來教呢 有興趣相關的資料可以上網看 最爆笑的是 慈善機構的帳目是要公開的 他夠膽死 過了這麼多年 他過了十年才被人踢爆 我本來想今天找回他們最新的帳目給你看 但做Research的時候發現 原來他們現在已經轉為通理音樂基金有限公司 是私人商業機構來的 好搞笑的 他也是叫做音樂基金 但他現在叫做私人機構 大家知道什麼事 直到現時為止 通理琴王是有20間分店的 而另一間近20年才飆出來的 帕斯琴王反而是有25間分店的 簡單來說 他跟通理一樣都是家族式經營的 只不過是分開了香港和內地發展而已 而他們在內地的業務當然是比香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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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近幾年是 是十年前已經是 在我做Research當中 看到有些是做特許經營的 所以我就這樣上網找到內地已經有101間分店 我相信不止 但香港就肯定是獨資經營 如果已經玩了很多年樂器的你 以前你會以為通理就是代理這些厲害的品牌 全香港你要買漂亮的樂器就一定去通理 但其實同期的時候 這些所謂的漂亮的品牌 在內地都是由帕斯代理的 所以之後帕斯可以上位上得這麼快 拿到這麼多大品牌回來組成是有原因的 而且帕斯在內地自己已經有了廠房 所以其實這十幾年發展的規模是真的很大很大很大 說多一個搞笑的冷知識給你聽 其實我想可能在十多年前 如果你在拍斯琴行見過一些Yamaha的電結他 其實它不是翻版 只是水貨而已 賣的價錢是便宜過通理琴行 通常都會偷偷地放在店裡一個角落裡賣 如果你有見過的話 現在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但當然現在完全不需要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拍斯琴行是完全拋離了通理琴行 而通理琴行這一刻我想勝在有江湖地位 特別是音響舞台那部分 你想想在疫情的時候就算許冠傑 都特地要出來幫他們籌款 那拍斯琴行我們都見過他曾經想涉獵這一番 那也不成功 再加上疫情那幾年說真的有多少show Anyway 為什麼我要說這麼多話呢 記得剛才我說 在我心目中香港只有兩間大琴行嗎 我想你聽完就明白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這兩間公司是真的很有錢的 有錢的程度已經不是你一般其他琴行可以比美 其他琴行可能一年賺過一兩千萬就不要出聲了 對於他們來說很少錢 竟然這兩間琴行的財務實力都這麼大 而近年他們竟然開始縮減規模 那又代表了什麼呢 以拍斯琴行為例 我做了一些很簡單的研究 看到他之前是有30間分店 現在變了25間 你想想一間琴行特別是大行 要維持基本的營運成本其實是很容易的 你計算一條數就明白了 他一間店有多少個貨室 你大概已經猜到他最低 只要有多少個客人就可以做到收支平衡 人工其實呢 他一間小巷可能只有兩三個貨室 而且你想想 學生是月費制的 老師是分成的 所以基本上他只要找到某個額的學生 已經可以很肯定 那間公司是可以維持正數收入的了 那你只要維持到正數收入而不是虧錢的話 基本上你都不會特意去收支平衡 因為你知道這一行是要貨室的嘛 你在那個地區押納得越久 其實那些人學期就自然會過來找你 至於租金其實都不會很貴的 因為你會發現除了是做旗艦店之外 否則其實商場本身都不會給你一些好位置 所有補習社、琴行通常都放在偏僻位置 所以因此租金都不會很貴 在一個穩賺、難捨入獄的情況下 作為一間有實力的公司 基本上不可能這麼容易撤出一個區的市場 因為現在我講的是執 而不是大舖搬小舖 大舖搬小舖還可以叫守緊 現在只是執 執即是放棄了一個區 這個舉動我會認為是 意味著它們都看得很淡 總括來說 連大行都執 其實真的很少見 那究竟是因為真的關於經濟下或是 還是真的整個市場在結構性有改變呢 這個呢 真的不知道 大家都可以去分享一下 至於其他蚊營琴行又如何呢 其實過去一年 我在網上也看到很多琴行頂手 都知道市場都差了 我還問一些以前在我那裡做的老師 他們都說很多學生 特別是真的學生的學生 都不學 有移民的有移民的 我想我純粹幸運 在疫情中期決定整理所有店舖 如果不是呢 我應該都損手爛腳 睡了在這裏 而去到最後呢 都想跟大家總結一下 究竟是否代表這一行沒有生存空間 完全沒有得做呢 那我當然不是這樣想啦 在香港這個精英教育制度下 其實始終也有很多人學樂器的 所以以我看法呢 我認為是有得做的 那真的就是你要怎麼做的 那你問我的話呢 我只是發現 沒有時間操作 我自己出來教bol相 好過做生意的 在香港做生意真的地死肥 即今天討論的話題可以去解釋一下 在疫情的時候 其實就是 結帳為incarnatu 勸次ート期工作 我沒有接受我們 大約191 belly button ckeover 我看到日子's rage 天下 基本上沒關係 基本上沒有生意 基本上是 還有 然後中期 又說這怎麼辦 FB和 preview 會輾向香港 那基本上 業主全部都不減租 這一刻才恐怖 那時候的業主真的不減租 那時候我就決定不行了 一定要不要再試下去 我寧願我的老師給學生的資訊 那些老師你保留學生就拿下去了 我就不分成 你們自己出去跟他們施教 因為這樣他們也維持到一個新計 但我自己也決定不做 然後我就決定不做了 然後我就連Youtube也沒有拍片了 其實最後的原因一直我都沒有說過 就是這個原因 那時候你不知道那個行業是怎麼發展 連社交媒體也不知道怎麼發展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覺得不如停一停 先休息一下 再想一下是什麼方向 到最近 即使我這一刻 為什麼我頻道去改革呢 其實一直都有想其他事情做 或者想想怎樣去改 最近開始有點新的 而且過去這兩年說真的 自己玩AI 學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特別在AI那裡也玩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覺得 咦 還是時候可以不如再試一下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看到最後 你就會明白為什麼這個頻道最後會出現了一個改革 拍不同的影片 總之都是那句 想學遊戲的話就自己WhatsApp 現在我做回KEEP算了 我現在不做海船藝術中心了 如果有其他話題 你想我去探討一下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去做招手塔再告訴你 health onthard blacks下來了 你的片段 你也要看我 他是其他adem性 trabaj的 你也要看他 你也和我 你也要看我 對你 你也要看我 你也可以看我 你也要看我